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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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句话说的很合理 我没有觉得他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那我们在生活中我们也对永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什么才叫永生 有不尽相同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们利用一点点时间 来思考什么是圣经教导给我们的永生 以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永生 永生和复活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愿主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主 在他那里有永生 凡信主的都有了永生 今天求主你借着你的圣灵向你的百姓说话 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永生 让我们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 而欢喜快乐 以至于我们可以满得力量 面对我们在生命中所遭遇的困难 以至于灾难 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 听我们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那今天的讲道 我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永生不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还是 永生不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是 永生是什么 那说到永生 那中国人会想 永生 永生是不是长生不老啊 是不是长生不老 所以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永生不是长生不老 永生不是肉体永远不死 中国古代的第一位 大一统的皇帝叫秦始皇 他得了天下之后 他拥有了一切 拥有了天下 所以他希望可以一直活下去 一直做王 一直掌权 所以他缺的就是永生 所以他缺的就是永生 他不缺金钱 不缺财富 不缺 名利 什么都不缺 他唯独缺的是 永生 所以他拆遣 他的手下降临徐福 率领一千或者是三千同男女出去 到山东半岛之外的蓬莱湾 听说那里有三座的仙岛 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草药 回来练丹 但是他寻找到了没有呢 他没有寻找到 那他的将领徐福 因为没有寻找到 也不敢回来 然后就带着那些人离开了 所以有一个笑话说 于是日本就这样产生了 他没有带回来 各类各样的灵草 可以练丹药 秦始皇很快就暴毙了 那在我的家乡 我是安徽人 在安徽五湖 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叫九华山 是中国四大名山之一 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它不能算是四大名山 是四大佛教名山 那上面有肉身菩萨 你们知道什么叫肉身菩萨吗 就是那个地方的特定的气候 有一些老和尚 他常年累月地打坐 休禅 他吃素 他身体里面没有太多的油荤 所以他常年地打坐 他那个气候 等他圆寂 也就是他死了之后 他的身体保持了一定特定的形状 而且坐在那个缸 那个瓮里面 有一年之久 他不会腐烂 所以那些信众就很稀奇 说哇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不是菩萨显灵了 他们怎么会死了之后 肉身还保持呢 所以呢 他们就会把这一群 那边有好几个 那这些肉身死了没有立刻腐烂的僧人 给他外边镀上一层金 镀上一层金 所以呢 他们就成了肉身菩萨 每天去那个地方 拜烧香磕头 拜的人非常非常之多 连民国初期的有位大总统 都亲自地去祭拜 所以可见 那个现象在人们的心目中 产生了一个震动 因为谁不希望 可以永远保持身体不死呢 但是很遗憾的是 那个老和尚虽然肉体没有腐烂 但是他却被金子给封在了里面 他依然是死去了的 他依然是没有永生的 那我们从小 很爱看的一部电视剧叫《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说的故事 说这个宋悟空去偷吃了人参果 对吗 吃一颗人参果就可以多活几百年 所以他吃了很多 他可以活很久 所以《西游记》呢 是中国的小说创作里面把中国本土的 跟道教有关的文化和从印度那边传来的佛教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因为《西游记》里面既有佛教 也有道教 对不对 有太上老君啊 是不是 是不是道教的 还有玉皇大帝啊 那他们跟这个里面的菩萨呀佛啊关系很好 经常往来 为什么 因为小说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些融合在一起 太上老君也炼丹 也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所以你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 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 有一个就是 是不是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我们对人永生的认识是 第一点 永生不是长生不老 永生不是肉体永远活着 所以当我们跟人传福音说 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是不是 信耶稣得永生 难道我可以一直不死的 一直这样活下去吗 显然不是 这是第一点 永生不是什么 第二点 永生也不是精神永存 那我跟有的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 当我们在患难之中 病痛之中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以后有永生 一些不信的人会跟你说 你那个是自我安慰 你那个是精神信念 你只是不断地来告诉你自己 你精神上有一个寄托 所以你在生病的时候 你想着你有永生 你就不害怕了 你就有盼望了 你就变得乐观了 就变得开朗了 然后你积极地配合治疗 你的病自然而然就好得快了 甚至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你们所谓的永生 带给你们的精神上的帮助和支持 成了你的一种精神信念 所以对他来说 永生不是什么永恒的生命 永生只是精神永存 所以中国人会说 精神永垂不朽 一个人永远活在你的心中 所以永远活在你的心中的意思 不是他真活了 而是他在你的意念里面 你想到他的时候 你会回忆起很多的东西 那个他活在你的心中 所以永生不是精神的自我的安慰 但是我们现在 我刚才讲的第一点 永生不是肉体永远活着 我们很能够接受 但是我们在分辨永生 是不是精神信念方面 我们却没有那么容易的分辨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 无神论告诉你 人怎么可能有永生呢 那那个永生 人怎么会有灵魂呢 人死了就没有了 灵魂在哪里呢 灵魂不过是我们的思想 灵魂不过是我们的意识 灵魂不过是我们的脑细胞在工作 灵魂不过是我们的理性 情感 意志 灵魂不过是这些东西 离了肉体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当你跟他说 有永生的时候 他想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信念的永存 那这是第一个 无神论的教育对你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的是 你在这个世界的世俗的学问 东方的和西方的都会对你产生影响 东方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拜祖宗 中国人拜祖宗 为什么呢 要祖宗显灵啊 祖宗保佑儿女啊 保佑子孙后代啊 那你是祖孙 他怎么活着呢 他已经埋了 已经火化了 只是一个坟墓在那里 他怎么保佑你呢 他怎么显灵呢 他怎么跟你之间有交通呢 你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解决 那有一种情况会让人觉得 祖先以某一种形式存在 以某一种魂魄的形式存在 所以有人说你到这个坟地里面 你再来走你要注意啊 那边有什么孤魂野鬼在那边转 所以他讲的魂魄 讲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是人死了之后 以另外一种的形式的存在 那种存在人们讲不清楚 但是人们又不敢轻易地否认 风水先生来看 说这个地方风水不好 那个地方风水好 这坟墓要怎么签 放在什么地方 你家的大盟的朝向怎么样 这些东西讲的一套一套的 你既不愿意完全地相信 你又不愿意完全地否定 这是中国所处的东方的文化 对你造成的影响 另外你如果是读西方哲学的 西方的哲学一样会对你产生影响 因为西方哲学讲究的是什么 是理性 讲究的是思辨 讲究的是思考 所以希腊人 你跟希腊人说复活 希腊人看不起你的 希腊人求智慧 希腊人认为你跟他讲 身体复活是愚昧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西方的哲学家 西方三大的哲学奠基人 都在希腊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图德 特别是 亚里士图德他只讲究理性 他讲我们理性的思考决定这一切 所以没有理性 任何东西都不存在 所以关于永生 关于复活这些东西 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理性认为不可能发生 人怎么可能复活呢 你现在让人复活给我看看 我就信 他会这么说 神在哪里呢 你叫一下神 神现在出来 我就信 耶稣在哪里呢 你说生病了 耶稣能医治你 你现在得了绝症 立刻好了 我就信 他的理性能够接受的 他的理性能够看得见的 他才相信 所以超出这个理性的 他不愿意相信 那么另外在他之上的 他的老师就是柏拉图了 柏拉图跟他的理念不太一样 柏拉图会告诉你 我们在地上看到的这一切 有一个真实的影像在天上 那么也就告诉你 人的肉体 只是我们在地上看到的 生命的本身是在天上 是我们看不见的 那个精神层面的东西 所以人死了之后 他不会期望人死了之后 身体再次的复活 他会说人死了之后 身体真正的 干嘛 没有了 灵魂就得到了释放 灵魂就回归到了那个天上 那个本来应该待的地方 真正有自由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在柏拉图 写了一本书叫《非多》 他记录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临死之前 跟他们讲的话说 苏格拉底说 他临死了 他因为讲话得罪了人 所以判他死刑 他要喝毒药 然后他的妻子带着孩子 在那边哭哭啼啼的 他跟他的学生说 把这个带回去 愚昧的妇人带回家 哭什么 哭什么 说马上我要死了 你们应该高兴才对 你们哭什么 因为我的灵魂 我的真正的我 被这个身体的负数 束缚着 我很痛苦 我不能做真正的自我 现在我这个肉体要消亡 我可以做真正的自我 我很快乐 我很高兴 你们哭什么 赶紧把孩子带回去 所以苏格拉底是这样看 所以当他身边的人说 你走吧 你不要留在雅典 你离开雅典 你又不用死了 你就不用喝毒药了 当局也不会再追着你了 所以只要他离开雅典 他就不用死 但是他拒绝 若我不离开 我就要为真理 为我坚持的真理 我要死 我要把这个毒药喝下去 他很平静地喝下去 然后边上人问他 现在什么感觉 现在还有意识吗 他说这个现在意识不够强 然后旁边人 要不要再喝一点 他说再喝一点吧 再喝一点 然后他说 现在有感觉了 我感觉我身体不怎么能动了 他说我现在已经感觉要睡觉了 你想这样的一位人 这样的一位人 他为什么能这么勇敢地面对死亡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身体的死亡 不过是牢笼地放开 让他的灵魂得了自由 让他真正的那个他得了自由 去了一个灵魂应该归宿的地方 他讲的不是我们信的上帝 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他应该带的 所以受希腊哲学影响的 我们早期基督教的异端 有洛斯底主义 他会说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升天了 耶稣是撇弃了这个肉体 干什么 他回到了像苏格拉里所说的那样 一个真正的属于他应该带的地方 那个就是他灵魂的归宿 那个地方 所以他不会跟你强调肉身的重要性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认为像秦始皇那样的 肉身要长生不老的 像那个九花山的菩萨那样的 这个肉身要不要腐烂的 这是一个很看重肉身的 永生的观点 另外一个方面是 不看重肉身的是看重干什么 这种灵魂层面的 这个真正的能够表达他自我的 这个永生的观点 前一个观点 对我们现在影响没有那么大 但是后面这个观点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因为人们认为 这个肉体死了还能够复活 腐烂了还能够再复活 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理性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束缚别人 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就觉得 哎呀那个就是以后的事了 至于我死了 能不能上天堂 你就再说吧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论调 有没有 听过 因为他说那个东西我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 想那么多干什么 反正游泳生 游泳生最好 到时候就游泳生了 没有游泳生 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好好信耶稣就行了 所以这个就把我们 对独一真神的信仰 降格了 降低了 本来我们信这位耶稣基督 独一的真神 神的儿子 可以让你得永生 得真正的永生 不仅是灵魂 更是肉体 你把它降格了 降成了什么 一种道德的追求 我信耶稣 我希望成为一个好的人 成为一个干什么 敬拜神的人 敬钱的人 我活在世上干什么 有道德的追求 我有我的要求 我作为一个人 我有人性的要求 所以这就是 康德所说的 把人 人啊 人信耶稣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 真正要得永生 你就把你的信仰 从生命的信仰 降格降格 贬低成了一种 道德的追求 你就是一种 道德的自我完善 那么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说 我信仰 我是有感情的 我不是只是有 道德的追求 不是只是有 理性的思考 我是有情感的经历的 我喜欢去教会 因为我喜欢唱歌 我喜欢听着歌的时候 我能够 能够有一种 情感融入进去 我会流泪 我会有感动 我很在意这种经历 经验 我很在意 干什么 跟弟兄姐妹之间 这种相通 这种交通 我很在意这种氛围 我很在意这些东西 我可以经验到的东西 经历到的东西 这就是另外一个 哲学家 史莱玛赫 所告诉你的 宗教是一种 体验 我们现在体验 是为了体验 耶稣基督 他的体验 我们的体验 是为了不断地体验 体验 以至于我们能体验到 神儿子耶稣基督 他的体验 所以宗教 最后关心的 不是真正的永生 不是真正的复活 乃是你的宗教的体验 所以我告诉你 现在很多 有的地方 很多有教堂 很多人主日也去教会 但是一旦 基督徒 沦落到了 道德主义 和这种宗教体验主义 这两个 漩涡里面去了之后 就出不来 因为对他来说 真正的信仰的本质 不是关乎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死而复活的 救助 成了人的经历 我这一生的经验很重要 成了人的道德的诉求 我作为一个人 我要有道德的追求 但是第三点 我们要思考的是 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永生 不仅是关乎灵魂的 也是关乎肉体的 请允许我用灵魂和肉体 来指向我们这个人本身 因为圣经其实从来没有 严格意义上告诉我们 人是什么组成的 不信你可以回去查一下圣经 哪一节经文告诉你 人是有什么组成的 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上帝用尘土造人 然后把他的生气 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你说 你看 上帝用尘土造人 造了我们的身体 然后把他的气息 吹到我们里面去 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就是我们的灵魂 你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人是有这样组成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肉体一旦死亡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不齐全了 我们是不是残缺了 因为人如果是有肉体和灵魂 两部分 严格意义上的两部分组成的 那就缺一不可 对不对 那你回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跟他旁边的强盗怎么说 强盗说 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主说 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乐园了 今夜你必与我同在乐园 乐园就是神的园子 指向一列园 更指向干嘛 神的同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堂 今夜你就要在了 你记住耶稣没有说 今夜你的灵魂就在天堂了 耶稣说 今夜你 你 弟兄姐妹 明白吗 是你这个人 是这个强盗这个人 纵使他那天 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腿被打断了 被埋葬了 他在天国 在与基督同在的乐园里面 依然是他 是 你是我 是我们这个人 不是我们的灵魂 如果是我们的灵魂 就不够完全 所以我在小组查经 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 我说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呢 保罗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 你们在地上住的时候 地上的帐篷总是要拆毁的 你地上的帐篷 就是你这身肉身 然后呢 你要睡了 你睡了又会再醒来 在天上有永恒的房屋 为你预备 就是你复活的身体 所以这样我们来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是在地上 你住着地上的帐篷 然后呢 第二个阶段是 地上的帐篷拆毁了 你还在 帐篷拆毁了 第三个阶段呢 神给你预备了永恒的房屋 在天上 就是那复活的身体 所以你又住进了永恒的房屋里面去 所以看第一个阶段 你家帐篷 第二个阶段 你第三个阶段干嘛 你家永恒的房屋 所以这个三个阶段 指向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指向我们在主里面睡了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主耶稣基督 再来带给我们身体的复活的 那个阶段 所以这三个阶段都是我们 第一个阶段 你有帐篷 第二个阶段没有 第三个阶段 有永恒的房屋 好 我用穿衣服来形容 这是我自己想的一个 不是太贴切 贴切 你可以参考 国勋弟兄 今天来穿了这个短袖 这是国勋 对不对 国勋弟兄 他在外面忙碌了一天 晚上回去 洗个澡 然后干嘛 睡觉 没有穿这身衣服 还是国勋弟兄 明天早上起来 要去上班换一套衣服 更正式的 好 去了 那个还是国勋弟兄 所以我们在地上 基督徒 我们现在的我 有这一身肉体是我 等我在主里睡了 没有这个肉身 还是我 等基督再来 我们复活了 我们穿上了一身新的衣服 还是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不会说 夜里睡了的就不是你了 夜里睡了的还是你 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 那个里面的非常重要 不在乎我们外面穿什么 关键在乎里面的那个我 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理解 《创世纪》第一章 告诉我们的 上帝用尘土造人 然后把他的生气 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上帝的气息 上帝的灵 进入到人里面 人跟上帝之间 有了这样一个 不可分割的关系 于是人的生命 就真正诞生了 所以人的生命的本质 不在乎地上的尘土 在乎里面那个气息 那个灵 跟上帝之间 交通的那个灵 所以我们生命的本质 在那个里面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说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把你的生命夺走 因为不过是把你的身体 干什么 拿走了 你的身体还要再复活 他拿走什么 重点是他里面那个灵魂 跟上帝之间联系的 那个生命的本质 他拿不走 所以你不要怕他 要怕的是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杀在地狱的 谁呀 只有上帝 你才要怕他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又告诉我们 生命的本质是在这个里面 所以上帝则被以色列人 印心的时候 他说他要赐给他们 一颗肉心来代替石心 他们里面的那个心啊 那个是石头的 是没有生命的 背离了上帝的 所以上帝要赐给他们 一颗又真又活的肉心 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 能够回转归向上帝 所以那个心要被替换 要被代替 所以一个人真正重生 是他里面的那个灵重生 一个人真正重生 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心被替代 所以这就是 雷格迪姆来找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谈永生的时候 雷格迪姆说 怎么样才可以 享有永生呢 这是他没有说出来的话 我们的主耶稣就告诉他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不重生 怎么重生呢 我们主耶稣基督说 人要被神的灵重生 灵怎么重生你呢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 不知道 所以重生是一个奥秘的工作 是圣灵奥秘的工作 弟兄姐妹 你们坐在这个地方 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上帝的灵重生了你 你里面有类科 被重新 更新的生命 就像拉萨路一样 拉萨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死了 他的姐姐说 死了四天了 恐怕都臭了 这要告诉你们 拉萨路的死是 彻彻底底的死 不是死了一半 喊了一下他就出来了 死了四天了 恐怕都臭了 我们主耶稣就说喊说 拉萨路出来 拉萨路就出来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 我们都死在了过犯罪孽之中 这是以不所书 第二章告诉我们的 你们死在过犯罪孽之中的时候 神叫你们活过来 请记住 不是你让你自己活过来 不是我让我自己活过来 是神让你活过来 所以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神叫你活过来 神重生你 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灵的感动 没有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那个圣灵的工作 在先 我们才能够回转归向神 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生命 被真正的重生 被更新之后 我们才能够认识神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前面耶稣基督到了一个 壁士大的池子边上 有一个人在那边躺了38年 然后耶稣医治好了 人们都很惊讶 说这是谁 一个人躺了38年 被医治好了 这个人是谁 人们要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耶稣说 我实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第149 那听我话 又信我来者的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就有 注意这两个字 信耶稣的 就有永生 不是说就要有永生 那是未来的事情 而是说就有永生 已经有了 接着说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已经出死入生 不是要出死入生了 你已经从死亡里面出来 进入到生命里面了 这个叫已经 你信耶稣 你真正信的那一刻 你就有永生 是已经有了永生 那你说我这个生命 我这个地上 我现在这个肉体 不还是在衰残吗 这就是我刚才 为什么要跟你讲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因为神是生命的本源 你只有跟神之间 真正有了关系 你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说 你信他 并信 干什么 那拆他来者 这个话有很深的意思 你信耶稣 然后信那位拆他来的 那位父 拆他来 耶稣为什么要来 耶稣为什么要来 耶稣来了 就是为了让你得永生 他用他自己的死 用他自己的复活 你看到这短短的几个字里面 有丰富的含义 神为什么要拆他的儿子来 就是为了让你成为儿子 神为什么拆耶稣基督来死 就是为了替你的罪死 你不用再死 为什么拆耶稣基督来 就是他要死 他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 你在他里面 就会复活 因为他是那复活的 抽熟的果子 你却在那个丰收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 永生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们里面 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最后告诉我们 我们外体虽然毁坏 我们里面却是一天 心死一天 这个截然不同地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 正在成长 朝气蓬勃地生长 生命一天一天地更新 那个是真正的生命 我们外面这个会毁坏 所以基督徒的永生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第一步首先被更新 我们被新再造 所以这个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 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就是新造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新造的 你被上帝新造的 那个不再是你了 所以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你里面的那个生命被谁更新了 被耶稣基督更新了 所以当耶稣基督真正更新你的生命的那一刻 当圣灵重生你的那一刻 当你真正悔改信主的那一刻 你的这个生命就被更新了 你就有了永生 这个永生不会改变的 你说啊 这个永生会不会说 我现在有了 等我死了之后 那个又要再升级一下呀 等我复活了之后 我那个里面的要不要再升级一下呀 不 里面的那个就是上帝的灵 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灵 更新的生命 也可以说是基督耶稣 以复活的灵的方式住在灵里面 那个已经是完全的 不用再更新 干什么 不需要再升级 那个是持续的 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天国的国民 你们现在就是 你们现在就拥有了永生 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 你这个永生一直持续到永恒 那么第二个层面 你的身体 如果信耶稣的人 只有我们里面的 那个生命的本质的永生 那岂不是跟希腊哲学一样 岂不是我刚才跟你们所讲的 苏格拉底的那个故事一样 不 上帝造了人 人本来在伊甸园 有可能一直持续到永生 但是因为罪的缘故 堕落了 犯罪了 于是死亡就临到了 这个受体必须是要死的 但上帝爱我们的方式 上帝不是说 好这个不行 扔掉 重造一个 上帝拯救人的方式是 你在哪里堕落 上帝在哪里拯救 上帝没有撇弃你的肉体 说你们人就变成跟天使一样 不需要肉体了 不 上帝依然要救赎你的肉体 上帝不是要在这个世界 创造新的事物 上帝是要在这个世界 用它奇妙的工作 让一切都变成新的 所以这就是上帝要 让你的身体 从朽坏的身体 变成不朽的身体 从会腐烂的身体 变成干尔玛 荣耀的 存到永远的身体 所以上帝救赎你 依然要救赎你的身体 所以这就是保罗 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这个受造戒毒一同劳苦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就是身体复活 就连我们这 有圣灵初接果子的也是一样 在等候 等候 等候 等候什么 等候身体的复活 所以基督徒的永生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我们里面的生命 已经被上帝重生了 我们已经拥有了永恒的生命 第二个层面是 我们这个肉体 还要被盖吗 更新 我们在基督里面 死了的人是睡了 我们还要等候复活 把这个肉体完全的更新 恢复 并超越我们在伊甸园中的状态 上帝本来造人的时候 人是不死的 可以不死的 但是 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之后 人的身体是不可能再死亡的 不可能再犯罪 不可能再堕落 所以 既可以说是恢复了那一切 更可以说是超越的那一切 所以基督徒的永生 跟世人所理解的永生 是截然不同的 世人 如果我们用身体和灵魂 来指向他的话 我们里面 这颗心 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前 我们里面 这颗心 这个圆圈是黑的 我们外面 这个身体也是黑的 在我们被神的灵重生之后 我们里面 这个圆圈变成红的 我们外面还是黑的 在我们睡了 在主里面睡了的时候 我们里面 这个圆圈是红的 没有外面的圆圈 在我们进了天 不是进了天国 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 复活产生的时候 复活实现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那个 还是红的 我们外面那个 变成了金黄色的 是荣耀的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个三个阶段 前面又加了一个阶段 基督徒三个阶段 如果已经重生得救 里面是红的 外面是黑的 第二个阶段是 只有一个红的 第三个阶段是 里面红的 外面是金黄的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没重生得救的人呢 这个世界的人呢 里面和外面都是黑的 黑的代表的是会腐烂的 会死亡的 所以那个没有被上帝重生的人 他虽然活着也是死的 所以保罗说 那好艳乐的寡妇 虽然活着干嘛 就是死的 所以他不过是气息 存留一段时间而已 他就死了 因为他里面没有 跟上帝之间的灵的交通 那个才是生命的本质 生命的本源 他没有 如今我们有了 我们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 就游泳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游泳神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那与此同时 我们还在盼望着 那个更美好的身体的复活 因为那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 更加完全的状态 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 稍微看了一点点 就是他复活之后 他的身体 跟我们现在有类似的地方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他复活 他还可以吃 对不对 他还可以喝 他问小子们 有吃的没有啊 彼得说 是主 他让托马 托马 托马斯 托马斯 托马 托马来摸他的干嘛 身体 他说你看 我不是灵魂啊 灵魂无骨无肉啊 你来摸 他是干嘛 有骨有肉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等待那个时刻 保罗说的 就连我们这有圣灵出接果子的人 也在等待那个时刻 等待身体的复活 那你说这个永生的教义 这个永生的 我们对永生的理解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帮助呢 你要知道 第一 你已经有了永生 所以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会害怕吗 就像牧师刚才站在台上 他说 我知道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面 我已经拥有了永生 我心里很坦然 哪怕我这个肉体会衰残 甚至我这个肉体会死亡 我又怎么了 你夺不去我里面的喜乐 因为我里面有生命 你夺不去 但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盼望告诉世人 我们基督徒的盼望 绝对不仅仅停留在我们里面有了生命 我们更要停留在上帝 我们更要建立在对上帝的期盼 是上帝要恢复这个堕落的世界 上帝要更新这个堕落的世界 这个世界 彼得说 这个世界有形的一切都要被火融化 都要被火炼进 上帝要炼进 上帝要更新 上帝要更新世界 上帝要更新我们这群他所造的人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得以复活 成为主的样式 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 这是那么的真实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他已经复活了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的盼望不是虚假的 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 神的应许再多 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是的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作为 你所拣选的儿女 被你的圣灵重生 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如今我们里面有了与神相通的 那真实的生命 那复活的生命 那永生的生命 但是我们依然在等候着身体的复活 等候着那全然实现的 你对我们的更新 对我们的再造 为此我们在地上即使遭遇苦难 我们的心里有平安 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 在世上我们依然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在盼望 因为我们在盼望着基督再来 基督再来 要带给我们那更美好的 复活的生命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